逆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肺煮秋 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应 逆秋之后天干气躁 易伤肺 肺气虚则斜气入 肺在五色里属白 逆秋时可多吃白色食物 有生筋润肺 补益肺气之功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逆夜 逆秋了 肺与秋季相通应 今天我们就来推荐一道 养肺的汤 提前将四层材料浸泡一小时 漂洗干净 准备肋骨 龙骨 冷水下锅 加入适量的姜 料酒 大火煮开后捞出 砂锅中加入肋骨 龙骨 倒入热水 再加入生姜 葱结 以及四层药材 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炖两小时 出锅前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粉 盛入碗中 撒少许葱花即可 猪肉杏寒 入肾膀胱筋 可甜精益水 扶林健脾立湿 淮山药养肺 莲子收摄安神 一人去湿 顺时生活 应激养生 关注我 爱生活